我未婚夫失忆了 失忆前 她是B 美艳 是全京城少女的梦中情人 她跟我说 你将会是唯一一个住在梦里的女人 失忆后 她是B 美艳 是全京城少女的梦中情人 她指着我说 这汉妇谁啊 快将她赶出太子府啊 管家犹豫 殿下 您要不等等 她 等啥呀等 麻溜的 管家面无表情 等等火葬场的马车 应该快到了 燕丰年失忆 属实给我整兴奋了 主要是她的失忆 仅针对我一人 她谁都记得 这她令堂的 就离离圆上谱 管家边送我出门 边跟我解释 燕丰年为什么会失忆 官方说法是 前日 大鱼使者来访 陛下设宴 燕丰年陪使者多喝了几杯 最后掉池子里了 俗称 脑子进水了 小道消息是 大鱼使者里 有善骨的渔王爱女 对燕丰年一见钟脸 想跟大燕联姻 所以 给燕丰年下骨了 但真假有待商榷 管家解释完 忐忑道 萧将军 您要不再等等 也许过两天 殿下脑子里的水 就倒出来了 我回头看了眼 一脸冷漠 注视着我的燕丰年 朝她邪妹一笑 等啥呀等 等她的退婚书 送来我将军府 全京城的人看我笑话 这种事 不记得我的燕丰年 绝对做得出来 又记得 就三年前 她籍惯 如此高龄 还没有娶妻 活该被京城 哥大事家的姑娘惦记了 她上街 被宇伯侯的女儿 给搭讪了 宇伯侯的女儿 这次当场将宇伯侯的女儿 给告到了刑部 非说宇伯侯的女儿 非理她 硬生生逼着刑部 让宇伯侯出面 交了五百两罚款 才罢休 事后 还拍着胸部惊恐道 还好估机智 不然肯定会被宇伯侯 逼着姑娶她女儿 跟姑联姻 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我那时任职 禁卫军副统领 那天刚好带兵 巡逻于京都 目睹了全过程 彼时 我尚不是她的未婚妻 还戳着嘴角调侃过她 殿下 瞧把你能得 她淡淡瞥了我一眼 那可不 宇伯侯女儿的清白 是清白 姑的清白 就不是清白了吗 我 我会成为她的未婚妻 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那是两年前的时候 我爹出征北境 战败 我带兵去救援 燕丰年非要跟着我一起去 结果 她这个拉后腿的 在战场上受了伤 屁股中了一剑 她身份尊贵 又叽叽歪歪的 军医被她念叨的 不敢动手拔剑 我看不下去了 一巴掌扇她背上 把剑给拔了 结果 就这么被她给赖上了 用她给陛下的话就是 而臣已经被萧若雪看光了 她必须得负责 不然 让萧家交罚款 五万两黄金也行 我去哪儿 给她搞五万两黄金来 且 我的梦想可不是 做她的太子妃 我的梦想是驰骋沙场 成为一代名将 谁要跟她一起 被困在京城 我跟她据理力争 凭什么敌人是五百两白银 我就要被罚五万两黄金 她答得理所当然 别人只是摸到姑的手 你看光了姑全身啊 没听过 一寸肌肤一寸金吗 我 她家一家子 没一个正常人 陛下这种时候 不但不帮我说一句话 还双眼冒光 以我对陛下的了解 她能问出来的话 绝对也不正经 于是我率先堵住了她的嘴 陛下 别问 问了这文过不了沈 陛下 陛下生怕 我违法去弄五万两黄金 也不嫁 当场宣旨 准了我俩的婚 还边搬圣旨边道 你俩一个不要逼脸 一个心黑如墨 凑一顿 绝配 我 燕丰年 就这样 半年前我从北京凯旋 喜提准太子飞头衔 我回了将军府 火急火燎跟我爹说 爹 赶紧的 就现在 去帮我退了跟太子殿下的婚事 可以省下五万两黄金 我爹两年前 在北京战败时受了伤 腿脚不变了 自此 干脆卸了职 将郑国将军的位置丢给了我后 开启了他的养老生涯 下棋喝茶养鹦鹉 此刻 他正逗着他的鹦鹉 听到我这话 他还没有回话 鹦鹉先开口了 赶紧的 省到就是赚到 我爹一巴掌 护在鹦鹉的脑袋上 一个畜生 几颗脑袋够砍 张口就敢毁天地的婚 我怀疑 我爹在纸丧骂怀 但我没找到证据 找到了 我爹就是骂我的 他拍完鹦鹉的脑袋 反手一巴掌 拍在了我的脑袋上 萧若雪 还有你 他 你今年都25了 不想着赶紧成亲 还想毁婚 你怕不是想上天 我跟我爹讲道理 先先皇定下的规矩 恋爱自由 据史书记载 先先皇走路平地摔了一脚 爬起来后 道 干 穿了 还穿成了的男人 然后 他性情大变 大刀阔斧地改革了 大燕律法跟制度 不然 按照大燕历来的制度跟律法 我也不能依女而生参军参政 但我爹死活不同意 我跟燕丰年退婚 哪怕我要跟他断绝关系 他还说 太子殿下损是损了点 胜在有脸 我 燕丰年有脸也不要啊 爹不管用 我只好找上了陛下 我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控诉燕丰年 说他指着 我让我滚 我幼小的心灵 跟庞大的身躯 都受到了无以复加的伤害 陛下听完我的控诉 撸着他没几根的山羊胡子 肯定我 那确实太过分了 我双眼冒心 哭诉完 又十分大度地跟陛下分析 眼下 大鱼想跟大燕联姻 既然大鱼看上了燕丰年 我愿意割爱 你全两国永结情境之好 陛下频频点头 我心花怒放 眼见时机成熟 我兴奋道 陛下 请您做主退了 陈根太子殿下的婚吧 陛下一兴奋道 放心 郑做主帮你换个太子 这两句话是同时想起的 我 陛下顺手招来 只有18岁的二皇子 小二 你哥要远嫁大鱼 嫂子文学的崛起就靠你了 我 陛下留下这两句话后 被朝臣叫走了 走远了 还咕弄了一句 儿子跟爱将 当然选爱将了 我 选得很好 下次别选了 我跟二皇子 燕七五大眼瞪小眼 须于 他望着我惊恐道 嫂子 我不好嫂子文学 尤其是这嫂子 还是你的情况下 我 不用如此指名道姓哈 我倒是知道 燕七五为什么惊恐 我爹跟陛下是发小 关系很好 好的跟有一腿似的 做我有记忆起 但凡我爹不在北京 助手的日子 陛下一跟皇后吵架 就来将军府找 我爹喝酒骂皇后 他来找我爹喝酒 骂皇后就算了 还要带娃 因为他骂皇后 归骂皇后 却舍不得皇后带娃辛苦 带娃来就算了 还自己不带 将娃丢给我 美情明约 俩小孩子能玩到一块去 所以 我与燕丰年 勉强也算青梅竹马 一起下河摸过鱼 一起上山打野鸡 一起闯货对收拾 后来 又多了一个娃 燕丁吴 话锋就变了 变成了我跟燕丰年 一起闯货 一起推锅给燕丁吴 燕丁吴才七岁时 我跟燕丰年 在玄武大街的地下赌场赌博 结果 赌场出千 我俩气得跟他们的人打架 虽然赢了 但还是挂彩了 回去后 陛下跟我爹找我俩问话 我俩齐齐将燕丁吴推出去 说是别人骂他丑 虽然他确实丑 但我俩见不得他挨骂 才动手的 燕丁吴想说真相 被我跟燕丰年 一人掐一只手臂 泪眼汪汪替我俩扛了 燕丁吴十二岁时 夫子让他写诗 他憋不出来 找他哥求救 这求救给我听笑了 别的不说 燕丁年那张嘴 跟头们抹了鹤顶红似的 有毒 尤其是他还不觉得 他自己嘴巴毒 所以 燕丁年没有任何歧视地 对燕丁吴发出了灵魂质问 这很难嘛 我记得我七岁 就能下笔成章了 伤害性不大 我在旁边接话 确实 燕丁吴郁闷了一整年 他也是不惜取教训 十五岁 情窦初开 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想早恋 跟姑娘表白悖剧 找他哥寻求安慰的同时 顺便找他哥帮忙出主意 结果他哥给了他一句 没有经验 我一般都是烦恼 如何摆脱姑娘纠缠我 绝望嘛 更绝望的是 他转头问我意见 我能给他什么好意见 我直接建议 他放弃 还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 威胁他 要是敢打什么歪主意 做出什么对人姑娘不利 或者强迫人姑娘的事 我高低打断他的腿 他哥在一旁接话 我到时候帮你摁住他 燕丁吴 燕丁吴那些年 在我跟燕丰年手下 过得可谓是水深火热 直到我上战场 燕丰年跟着我一起去了战场 他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我俩 所以 即使现在燕丁吴18岁了 对我跟燕丰年 都还有心理阴影 要娶我 他惊恐是有原因的 但我朝他冷笑 说了好像我愿意跟你谈姐弟恋似的 他不服 我哥也比你小一岁半 怎么就不见你对我哥 你搞真对 我白了他一眼 我要是能对得过你哥 我现在需要这么火急火燎的 趁着他不记得我了 跟他退婚 他静默片刻 好有道理 但我万万没想到 他惊恐过度后 干的第一件事 确实去了太子府 找上了他哥 抱着他哥的大腿哭号 救救我 救救我 他就差哭出来 喊得生死利解 哥 父皇要将我嫁给 啊呸 父皇要我娶萧若雪 萧若雪自己也同意了 燕峰年纪是不记得我了 但是精准打击 燕齐吾的本领还在 他一脚踢开了燕齐吾 揉着额头道 萧若雪只是泼辣 又不是瞎了 燕齐吾 燕齐吾为了摆脱我 对他哥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试图唤醒他哥的记忆 哥 你真的不记得萧若雪了吗 那可是你一生的挚爱啊 你还记得你曾为了他上刀山下火海 九死一生吗 还记得你承诺 要跟他一生一世一双人吗 啊啊啊 我的侍女六喜夸张的 学着燕齐吾的语气 跟我转述燕齐吾干的倒霉事 这次长大后 没人威胁了 还干起了信口胡舟的勾当了 燕峰年什么时候 为了我上刀山下火海 九死一生了 我赌一两银子 燕齐吾的这番造谣 燕峰年是半个字都不会信的 果然 六喜道 对 太子殿下还被他吵得头疼 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 说 姑还记得大明湖盼的夏宇盒呢 我不愧是他 那我就放心了 在我退掉跟他的婚事之前 可千万不要让他想起我来 结果 我放心早了 六喜又道 二皇子见太子殿下不信 使出了撒手锏 我 什么撒手锏 六喜道 二皇子跟太子殿下说 萧若穴可是你空手套白狼 额人五万两黄金 才骗到手的未婚妻 你这时候忘了他 就等于丢了五万两黄金啊 哥 我心下咯噔 一生 六喜之地有生 太子殿下说 那确实是他能干出来的事 我 所以呢 六喜看了眼门外 所以 太子殿下找你来了 我转头 就见燕丰年出现在了将军府门外 我 燕齐吾这小孩 还是挨打挨哨了 燕丰年来了 也刚好 我阴阳他 太子殿下大家光临 可是脑子里的水空出来了 想明白了 强扭得瓜不甜 要与陈退婚了 我觉得太子府的管家说的不对 燕丰年不记得我了 不叫脑子进水了 他半年前 要与我成亲 才真是脑子进水了 我俩光屁股一起玩大的 他什么损得性 我一清二楚 我什么烂性格 他了如指掌 这样的两个人 根本不适合成亲 只适合做一辈子损友 燕丰年进我将军府 跟进自己家一样 随便找了张椅子 自己坐下去后 看着我说 甜不甜的另说 既然扭都扭下来了 总不好扭完再丢 有失顾太子的身份跟逼格 显得顾小家子气了 我 你特别什么时候大家子气过吗 京城那么多大家闺秀 明恋他那张脸 为什么现在没一个姑娘 敢把手往他头上伸 就因为他玩不起 瞧瞧他以前干的那些倒霉事 就差把姑玩不起 写在脸上了 任宇伯侯的女儿 不过是脸皮比别的姑娘厚了点 多搭讪了他几次 他为了得个亲近 就把人告到刑部 要不是宇伯侯的女儿 心里承受能力强 三年前都该一哭二闹三上掉了 他能有点自知之明吗 我劝他 殿下 我不喜欢你 我们成亲是不会幸福的 燕丰年这时候 将他不要逼脸的本性 发挥的淋漓尽致 说没关系 姑现在也不记得你了 我们算扯平了 再说 全京城的姑娘都暗恋姑 姑相信 你也会真相的 不会成为那个意外 我拳头硬了 但我还没来得及 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将他揍一顿 他质问我 听说你这两天到处跟人说 姑现在傻了 很好骗 我实名心虚了 这是真是我干的 我想怂恿一下京城 那些的大家闺秀 看看有没有人能在 我跟燕丰年退婚的道路上 添一块砖 不怕死不要脸的 拿下燕丰年 结果 那些个大家闺秀 真是一点都不给力 就算我到处造谣说 燕丰年傻了 依旧没有一个姑娘 敢去聊燕丰年 更甚 那些个得知 我想跟燕丰年退婚的 个大世家的世子们 都有了危机感 以前不敢跟 心仪的姑娘表白的世子们 紧敢忙敢去告白了 处于暧昧期的情侣 立马官宣了 生怕被我抓来 充当弃燕丰年退婚的工具人 还特忙给我添堵放话说 郑国将军跟太子殿下 尊重祝福 麻烦所死 这俩祸害 都不要再放出来 祸祸我们了 我 我真的酸Q 不就是年少无知的时候 老爱做行侠仗义的江湖梦 时常在京城九条大街上 路见不平 拔刀揍人 成了禁卫军副统领后 巡逻遇见闹事的 直接以报之报嘛 有必要这么多年过去了 都不给我洗白的机会嘛 我现在已经是个成熟稳重的 郑国将军了压位 这摇躁很好 下次被躁了 燕丰年警告我的话 打断了我赴匪京城 那些个不经揍的柿子们 我按戳戳朝他翻了白眼 对他下注克令 太子殿下若不是来退婚的话 就麻烦请回吧 臣还急着去营里练兵 燕丰年 燕丰年被我变相赶出了将军府 跟在他身后的管家嘀咕 就说马上要火葬场了吧 这剧情 我爱看 贼带赶 燕丰年狠狠弯了他一眼 其实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找燕丰年退婚了 在他没有失忆前 我就找他退过几次婚了 但每每我一开口 跟他谈要退婚的事 他不是顾左右而言他 就是让我交五万两罚款 我说 殿下 我们真的不适合 强行捆绑不会幸福的 他说 你都没试过 怎么知道不会幸福的 放心 姑没有那方面的影集 我 Gammy Z 他还见细细地聊起自己的衣服 露出八块腹肌 试图色诱我 道 要不 我俩折个黄道吉日 你提前验个祸 我 那确实挺黄的 你个喳喳 我忍无可忍 问 燕丰年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我敢还不行吗 他想了想 干脆走起了文艺路线 有些人说不上哪里好 就是戒不掉 我咬牙切齿 说人话 他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不过是这些年 我们都一起走过来的 换个人 姑肯定不适应 姑练就 我呸 他练就个屁 他府上的务实 全都是新的 他就是眼红我 将来能自由自在地 翱翔于北境 驰骋于沙场 而他身为太子 终将被困于这四九成 所以 要将我一起拉下水 就如同我们上年少时 我只需要跟我爹 打声招呼 就能外出游历一整年 而他身为储君 别说外出游历一整年 外出一天 就会被陛下抓回去写课业 所以 他眼红并发作 在我十六岁 从南境游历回来后 又恰好禁卫军 副统领一直空缺出来 他立马给陛下提议 让我任职 阻我继续游历大江南北 他还连掩饰都懒得掩饰一番 直接跟陛下说 萧若雪身为将门之后 不能每天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不然 他那一身揍人的本事 以及从萧将军那里 传承下来的用兵之道 全都浪费了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陛下既先先皇 改革了女子不能为官的制度后 又破了禁卫军统领 不用女子的先例 被朝堂上那般朝臣喷了一整年 直到我真有了剑术 才萧停下来 我以为燕丰年失忆了 这婚就一定能退了 结果 他失忆了 也不跟我退婚 我越想越气 越气越想 干脆在京郊练兵练了半个月 家都没回 半个月里 在我手下的兵都快顶不住要造反时 我才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六喜来报 渔王爱女于兰芝 对燕丰年发起爱的攻势了 据说是于兰芝点名要燕丰年做陪 官方说法是 于兰芝出来大宴 希望太子殿下能带她领略大宴的风土人情 实际是为了攻略燕丰年 燕丰年难得没有为难她 同意了 这剧情 我爱看 用他家管家的话就是 贼带感 听的这消息 我开心的又在京郊多练了半个月的兵 给足了两人培养感情的时间 六喜也是不闲来回折腾麻烦 每天准时来营里 给我汇报他俩的进度 将军 今天太子殿下跟大鱼公主一起去游朱雀湖了 将军 今天太子殿下跟大鱼公主一起去爬山了 将军 今天太子殿下跟大鱼公主一起去寺庙祈福了 将军 我听得更开心了 如果六喜别每次汇报完他俩的进度后 都加几句 为什么游湖的时候大鱼公主没有掉湖里去 二皇子明明跟着去了 也不做点事 爬山的另一层意义不是谋杀吗 太子殿下会不会做事 那个妖女不会是真的给太子殿下下了谷 获了太子殿下的心智吧 诸如此类的话就更好了 但我大度地原谅了她的掏逼刀 甚至喝起了小酒 庆祝我马上就能摆脱烟封年了 直到半月后的中秋节 我才在我爹的召唤下 回了城 还刚好 我从营里回来 就见到了两人的甜蜜互动 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更爱看了 都说大鱼出美女 这话丝毫不假 于兰芝是个标准的美人 鹅蛋脸 大眼睛 长睫毛 是女人看了都会动心的款 俊男美女同框 十分好磕 我猫在太子府的墙上 巴巴看着院子里争一起喝茶的两人 边在心里评价二人 边寄希望于两人能更亲密一点 让我抓点不能过审的把柄 我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指责燕丰年不守难得 在顺势跟燕丰年退婚 我在墙上磕了一刻钟 两人终于谈到了正题上 开始谈婚论嫁了 燕丰年 公主殿下若是实在喜欢姑 姑也可以为了你 先退了跟萧若雪的婚 好 很好 特别好 就等她这句话了 我激动的苍蝇搓手 于兰芝在我搓手中 羞懒地朝着燕丰年一笑 低下了头 画面看上去十分美好 但不知何故 我微微有些心灾的同时 还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燕丰年在于兰芝还没有开口表态之前 来了个但是 的转折 我不好的预感成了真 燕丰年 但是 姑与萧若雪订婚 萧家出了五万两黄金做嫁妆 我 哪里来的五万两黄金 醒醒 那是你想出来的 燕丰年显然不愿意醒过来 接着说 所以 你想跟姑连音 姑希望大鱼 能出十座城池 百万黄金 千万马匹做嫁妆 我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燕丰年是真的敢开口啊 张口就是大鱼小半个江山了 于兰芝显然被燕丰年 如此不要脸的要求给惊呆了 下意识反问了一句 为何萧若雪那里 只要五万两黄金 到我这里 就是这个天价了 燕丰年 接得理所当然 你是远嫁呀 姑当然要为了你着想 这些东西 都是姑帮你问你娘家要的呀 如此 你嫁过来待在大雁 才有底气 不是吗 于兰芝 我看见于兰芝好看的美人脸 扭曲成了麻花 若不是她良好的教养 这会应该一巴掌 扇在燕丰年的脸上了 她表情扭曲了好一会儿 才压下怒气问 若是本公主出这些嫁妆 太子殿下出多少彩礼 燕丰年沉思了片刻 道 你怎么能这么现实呢 爱情可是无价的 再说 姑这是为了你着想 才让你大鱼出这些嫁妆的呀 你怎么反而问姑要彩礼了 于兰芝 她继续在于兰芝爆发的边缘疯狂试探 再说 你都要嫁给姑了 怎么还能老想着大鱼那边的利益呢 你得跟姑一条心 顿了顿 俗话说得好 夫妻同心 杨家断金 不是 嘴嫖了 是夫妻同心 建设美好小家庭 你说是吧 于兰芝 我 嘴嫖得很好 下次把嘴聚了吧 如果早知道 蹲墙上就是来听燕丰年这些不要脸的发言 我是绝对不会来的 还害得自己脚麻了 我听不下去了 这要撤了时 燕丰年无视于兰芝已经硬了的拳头 继续说 哦 姑还有个不情之请 我顿了一下 觉得也许可能大概她还有救 然 我错了 真错了 我就不该对燕丰年抱有任何期望的 她就该去北京的城墙边站着 如此 北京的边防城墙都不需要了 她竟然脸皮厚道 还跟于兰芝说 姑希望婚后 你能大度的同意 姑再取消若雪 你也知道的 她是我大燕的镇国将军 手握二十万雄兵 万一因姑毁婚 对姑依爱生恨 起了造反的心思 不好收场 我 你可拉倒吧 你一定要霍霍我 我才会想造反 我被她这番言辞说的一个猎切 加上原本就腿有些麻 一个跟头从墙上栽了下去 这波亏马了 我原以为我会一头栽个倒叉葱的 不想去掉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抬头 燕丰年那张妖孽的脸 放大在了我眼前 她身上淡淡的花香 扑入我的鼻息 手收紧 用力估在了我腰间 望着她角色的脸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有点心动 她有点好看 甚至猛地回忆起了从前 四年多前 我上任职金卫军副统领时 京城来了一伙江湖客 打着行侠仗义的名号 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 别说官员 连贫苦百姓都被他们洗劫 六扇门的捕快 跑翻了脚丫子 也没有追踪到他们的足迹 C却刚好被去京郊狩猎的 我跟燕丰年撞上了 职责所在 我带人围了他们一伙人 原本很顺利 却在最后关头出了事故 一个江湖客手里 竟有火虫这种高阶军官 才有的杀伤性武器 那江湖客本着搏一搏 也许能逃的理念 朝我举起了火虫 千军一发之际 原本离我几丈远的燕丰年 朝我扑了过来 将我扑了个四脚朝天 幸好那江湖客手里的火虫 是偷来的 用得不熟练 打偏了 不然 那天燕丰年指定挨火弹 那时 我望着他紧张的脸 也跟今天一样 对他动过一丝丝的心 但只有一丝丝 因为他扑倒我时 用力过度 我后脑勺磕在了身下的石头上 磕了好大一个包 肿了七八天才消下去 事后 我摸着我后脑勺的大包 骂他 殿下 天赌你是真的在想 他不扑过来 以我的武功 轻易就能避开的事 他非要添一把赌 他毫不悔改的开口 万一呢 我呵呵他 你不在 就没有万一 你在 就有一万个万一 他 听抢脚遭报应了吧 还好孤手几眼快 不然你这回得破相了 哎 燕丰年突然想起了 嫌弃的特别会找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回忆 以我对他的了解 哎 后面绝对没有好话 我打断他 破相了 也不需要太子殿下负责 劲儿 甩开他的手 大不留心地出了太子府 回去跟我爹过中秋节去了 走出几步 隐隐听见燕丰年的嘀咕 公为何觉得 好像少了点什么 管家 少了萧将军骂您的缓解 往常 您耍剑 萧将军定然是要骂一骂您的 燕丰年 姑有些相信你说的 姑可能真的要火葬场了 我 虽然燕丰年第一时间过来接住了我 但我十分肯定 这次是真的失忆了 若他没有失忆的话 他绝对不会放我独自回去将军府 跟我爹过中秋节的 除了我们一起在战场的那一年多 往年的中秋节 他参加完宫里的宫宴 都会过来跟我和我爹一起赏乐 甚至大大小小的节日 燕丰年都会来将军府 跟我们一起吃个夜宵 我爹也巴不得他过来一起过节 至于原因嘛 我还是一事业 圆月高悬 我跟我爹一起坐在将军府的院子里 煮茶吃月饼 我爹对着门口张望了第十八次 叹了第十八次气候 我忍不住了 道 爹 你若是觉得我在你面前碍眼的话 我现在就去营里跟兄弟们一起去赏乐 我爹默默抿了口茶 又往嘴里塞了块月饼后 含糊不轻说 太子殿下真失忆了呀 数日不见他 都有点想他了 我白了他一眼 是想他人了 还是想他每次会给你带来的好酒 我爹 我爹将头摇成波浪鼓 怎么可能 爹都已经戒酒好几年了 我懒得戳穿他 他自从上次在北京受伤后 军医便交代 让他最好不要再喝酒了 因为他受的那一件件伤 箭头上有毒 所以 他如今才时不时发作 站不起来 加上年纪上来后 年轻时在战场上受的大大小小的伤 也开始反噬他 他才不得不将郑国将军的位置交给我 退休养老 所以他为了我不担忧 面上没说什么 还嚷嚷 终于能卸下担子 一身轻松了 但他骨子里都依旧觉得自己饱到位了 还能为了大宴在战50年 中年退休 是他人生最大的耻辱跟遗憾 事已 时常想借酒消愁 我娘去得早 没人管得住他 我怕他手下那些兵扛不住他的威压 偷偷给他送酒 严重警告国府上所有人 不准给他喝酒 唯有燕丰年来将军府过节时 会跟往年一样 给他带上一壶好酒 燕丰年帮他一起找借口 我说不过燕丰年 会准他喝上一小杯 大概是我爹又在叹气了 我心烦 也跟着我爹朝门口张望了几眼 当然张望多少眼 都改变不了门口 没有燕丰年出现的事实 只是这莫名失落是怎么回事 过完中秋节 我正要继续往营里赶食 被我爹给抓了 这段时间 禁锢着思考如何跟燕丰年退婚 都忘了 再过三个月 就是我跟燕丰年的婚期了 我爹拎着件新鲜出炉的大红嫁衣 真舍不得你出嫁呀 我嘴角抽了抽 他敢不敢把杨真的笑收起来 再跟我演妇女情深 他的鹦鹉都看不下去了 重复他来找我路上说的话 闺女终于要去和和别人了 再也不会管我喝酒了 开心 我一脸冷笑地看着我爹 我爹一脸肝大地回看我 我咬牙切齿 爹 对此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爹打哈哈 畜生乱说话 等会儿爹就把他给顿了 畜生不满 扑捅着翅膀 继续重复我爹说过的话 萧家上上下下苦闺女久矣 我呵呵 我爹嘿嘿 好一会儿 我爹找不 闺女啊 那啥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太子殿下要颜值有颜值 要德性 还有颜值 这波 咱稳赚不亏的呀 我 神痛不亏 嫁给燕丰年 这么个缺了大德的 亏大发了 好吗 到时候我爹拎来的嫁衣 再次提醒了我 得赶紧跟燕丰年把婚退了 不然 真嫁了再和离更麻烦 我刚嫌弃完燕丰年麻烦 燕丰年就讨人闲的来营里找我 他和管家继续幸灾乐祸 萧将军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火葬场的剧情来了 我 事实证明 燕丰年不是带着火葬场的剧情来的 他是来反我的 因为我拒绝是穿我爹拎过来的嫁衣 我爹不知道怎么跟燕丰年说的 燕丰年又带着那件嫁衣过来 让我是穿 我忙着练兵 不搭理他 他在一旁叨叨 成亲乃一生一次的大事 他扒扒了一堆 我就骑了怪了 他都失忆了 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 我被他念叨得烦了 趁着休息空档 误导他 殿下 你不是失忆了吗 万一是我看上了你的美貌 故意以退为进 欲擒故纵 欲据还淫呢 他颇为傲娇说 姑只是失忆了 又不是祥志了 姑随便翻一翻太子府 我俩以前的私信 很多事不就还原了吗 我 那你还挺聪明 早知道应该一把火烧了他的破太子府 不给他留下任何可循的证据 且他顿了顿又道 虽姑暂时还是不记得你 但姑有预感 若是搞砸了这次 姑很可能得跪搓一板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不能随便丢黄金 他说完 一把将我拽进了房里 推到镜子前 抖开手里的嫁衣 往我身上比 抬头 镜子里 他立在我身后 一只手半揽着我 一双桃花眼 含笑望着镜子中的我 十分认真 道 美 温热的呼吸落在我耳边 低沉的嗓音 似能震人心弦 加上他靠我极进 近到我都能听到他的心跳 尽管我俩光屁股一起玩大的 他什么模样我都见过 但这种时刻 我还是忍不住 心跳猛地加速了一阵 脸也越来越热 话说 这次以前不是只会耍剑吗 怎么失个意 还无视自通了撩人 再加上他这么张妖孽的脸 谁顶得住 眼看着我都快顶不住了 他还将下巴抵在了我的肩上 轻轻巴撒了几下 手在我腰间收得更紧了 我咽了口唾沫 感觉自己的脑袋都在冒烟了 脑海里莫名其妙想起了 他以前跟我插颗打混时说的话 要不 我俩则个黄道吉日 你提前验个祸 我 干 再想下去 就真的不能过神了 我忙一掌推开了燕丰年 从他手里抢过嫁衣 嘴倔道 不是是嫁衣吗 你不出去 我怎么试 燕丰年 试完嫁衣 燕丰年满意的走了 他走后 我望着他的背影 还在平息自己的心跳 六席又出来蹦大了 他一脸的不解 将军 你明明就喜欢太子殿下嘛 干嘛一定要跟他退婚啊 我白了眼六席 谁喜欢他了 六席摸了把我的脸 摸 脸这么红 这么烫 骗自己有意思吗 我 我沉思了七天 不行 这妖孽好像升级了 给阿美兹再不想办法跟他退婚 我自己都要搭进去了 于是 我亲自找上了于兰芝 没办法 眼下整个京城就他一个勇者了 结果我敲摸摸去到他住的医馆 却见到了燕举吴 正与于兰芝谈笑风生 也不知道燕举吴说什么笑话 我进门就见于兰芝笑得跟躲花似的 两人见到我 同时顿住了 燕举吴下意识唤我 大嫂 于兰芝跟了一声 大嫂 我 不是吧 不是吧 移情别恋也不带这么快的吧 然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他真的飞快移情别恋了 用他的话就是 太子殿下 要不起 我 我硬着头皮 给他做思想工作 太子殿下虽然缺得了点 但胜在有颜值啊 一个合格的眼狗 应该三观跟着五观走 看我 我是来联姻的 不是来做慈善的 是这么个理没错 但我换话数再劝 虽然太子殿下那些要求 确实很过分 可你跟太子殿下联姻 他的也就是你的了哈 于兰芝继续用看智障的眼神看我 我知道为什么整个京城的人 都喊你俩所死了 我 我不死心 再接再厉 小道消息不是说你善骨吗 你给他下骨 让他对你死心塌地 说一不二不就行了 说着 猛的想起了管家的话 你不是给太子殿下下过骨吗 我以为于兰芝会继续用看智障的眼神看我 结果 他眼里闪过一丝心虚 这是 已经试过了 不管用 于兰芝舔了舔唇 有些扭捏问 肖将军 你知道这纹是个沙雕纹吧 我点头 所以呢 他 沙雕纹里 下骨下药的时候 有一条定律 一定会将各种属性的药 给手残下成春药 你是知道的吧 知道了 那天燕丰年不是喝多了 掉池子里脑子进水的 而是去池子里降温时 把脑子给泡坏了的 我默默朝于兰芝伸出了个大拇指 你这城市不足的样子 不知道 说你什么好 给你点个赞吧 于兰芝 他还不服 明明是还好我手残了一下 将骨给吓错了 及时认清楚了太子殿下的嘴脸 好吗 有道理 没毛病 眼见了我还不想死心 烟气我都忍不住了 一把拽走了于兰芝 捅我道 大嫂 兰芝跟我才是真爱 差人姻缘 可是会被天打雷劈的 我 等会我回去 就让你哥批死你 结果 我回去打算再磨一磨燕丰年 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京城了 问管家 管家答约 殿下替陛下去追查一桩贪污案 因姿势体大 需得亲王以上的官员坐镇 原本是二皇子去的 但是二皇子最近恋爱去了 所以 陛下就改为让太子殿下去了 左走的 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我想起来了 昨天六喜来报 燕丰年要离京两月 但我想 他不在京城 不是正合我一马 于是我让六喜闭嘴了 甚至按戳戳希望 他能多去一段时间 错过婚期 管家 肖将军 你这失落的模样 怎么看 怎么像你追赴火葬场了 我 又两月 婚期越来越近 我也彻底没辙了 干脆颓废地坐在营里 45度角仰望天空 莫挨我即将失去的自由 我正跟我的自由 做最后的告别时 六喜火急火燎来找我了 将军 不好了 太子殿下遇刺了 我猛地跳起来 燕丰年如今怎么样了 六喜 殿下回京的路上 马车被劫 眼下生死不明 我没等六喜话说完 人已经到了门口 脚快要踏出去 才想起来 重点没问 在哪里被劫的 六喜 姚城 姚城离京都 快马加鞭过去 也得三天 我带兵到城外长亭时 正赶上禁卫军 带兵过去救人 还是我原来手下的人 一刻钟后 我搞清楚 燕丰年为什么会被行刺了 他查地方贪污案 查到了京官头上 难怪说姿势体大 非得他去 京城这些个官员 关系盘根挫杂 官官相互也不是不可能 我跑费了两匹马 才终于在第三天夜里 赶到姚城 姚城有点像土匪窝 山路十八弯 我望着一片山区 险些哭出来 这他娘的 让我去哪里找他 燕丰年的管家 跟着一起来了 他安慰我 萧将军 殿下吉人自有天相 不会有事的 谢谢他 并没有被安慰到 还让我想起了 当初在北京战场 燕丰年因为我要死不活的样子 燕丰年活到23岁 在谁面前 都是高高在上的尊贵太子 顺风顺水 唯独到了我这里 为了我 什么样的苦都吃过 什么样的骂都挨过 燕丰年当初在太子府 抱着燕丰年的腿 豪的那些话 其实都是真的 他真的曾为了我九死一生过 我们年少时一起读书 燕丰年问我 将来想做什么 我说想跟我爹一样 所以 我16岁游历归来 他在陛下乾坤殿前 跪了一天一夜 只为求陛下破了 女子不参军的先例 还拉上皇后 一起帮我说情 被陛下骂了顿狠的 我爹战败 求援朝廷 一部分朝臣想顺势 夺我爹手里的兵权 不怀好意主张议和 甚至试图诬陷我爹 说我爹这么多年未曾败过 怎么这次就败了 会不会是有什么阴谋 是燕丰年当朝 斩杀了主张议和的朝臣 一字一顿在金鸾殿上放话 大燕绝不议和 我请英去北京救援 朝臣的话更多了 我爹在北京战场 我留在京城 尚能牵制我爹 若我也去了 我跟我爹想谋反 可就再无顾及了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又是燕丰年堵住了朝臣们的嘴 甚至亲自陪我出征北京 他在北京战场上受伤 也是为了帮我挡箭才导致的 六喜说的对 我喜欢燕丰年 我以前老以为 我跟他就是单纯的最佳损友 直到他为我挡箭 要死不活躺在床上 我望着他苍白着脸色 紧闭着双眼 想 若他就此没了 不能想 一想 胸口就是一阵阵窒息 我才明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或是那年他为了我在乾坤殿前 跪了一天一夜 终于求得陛下松口后 不顾自己还瘸着的腿 来将军府朝我笑说若雪 父皇同意你任职 敬畏军副统领 时或是那年 我带人在京郊 围了那伙江湖客 他在那个江湖客 朝我举起火冲 连自身安危都不顾 朝我扑过来时一火 如同京城那些个姑娘一样 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他那张脸 就够我这个眼狗心动了 但喜欢是真喜欢 不想嫁也是真不想嫁 封年的消息 整个人都快绝望时 我的人才在一个村子找到了他 找是找到了 但事情好像大条了 他又失忆了 且这次更离谱 他除了我 谁都不认识了 连自幼跟着他的管家都不认识了 他是个会玩平衡的 每人都望一次 不偏颇 据村子的人说 他是十多天前 从后山滚下来的 大概是滚下来时摔了脑袋 我望着浑身脏兮兮的他 鼻子一阵酸涩 他见到我 才松下防备 朝我扑了过来 若雪 我险些被他扑了个裂起 抱住他 能感觉他这段时间吃了很多苦 整个人轻瘦了很多 我的手刚钩上他的腰 他闷哼了一声 我因终于找到他 没注意到这细节 将他带回客栈沐浴才发现 他身上大大小小好几道伤口 望着他背上已经结痂的刀伤 我下意识捏紧了木桶边缘 大抵是我身上的杀气太明显 他转头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若雪 已经不疼了 我问 谁干的 他摇头 忘了 你的侍卫呢 你是我未婚妻 不如把这一起忘了 回京的路上 燕丰年没有安全感的全程黏着我 但我怀疑他 就是单纯的想占我便宜 就如此刻 宽敞的马车里 坐七八个人不成问题 但他非要坐我旁边就算了 还要牵着我的手 管家掀开帘子 送茶水进来 就看见他正黏着我 甚至故意露出手臂上的伤口 惹我心疼 不忍心推开他 管家又对燕丰年开嘲讽 殿下 您是擅长火葬场的 幸灾乐祸的口气 好像前段时间 因为没有燕丰年的消息 每天以泪洗面的不是他一样 YC燕丰年瞪他 你很闲 管家 看个热闹的空还是有的 我 我看了眼管家 又看了眼燕丰年 总觉得这俩好像有点不对劲 直到我回到京城 与伯侯的女儿 再次找上燕丰年 我才想明白 哪里不对劲 那天 正是青天阁重新推算 我与燕丰年婚期的日子 我的乌鸦嘴成了针 我俩的婚期真的错过了 我跟青天阁的国师 勉强也算半个熟人 我当年揍人的时候 误伤过他 我道 国师大人 推算成下辈子吧 我出五百两 国师微笑 萧将军 如果可以 本座现在 就想将你俩送入洞房 不要再出来和和我们了 说完 国师转头看了眼里间 太子殿下 萧将军行会 我 我真的会谢 燕丰年竟然也来了青天阁 目的竟然跟我是一样的 来行会的 但他行会的目的是 让国师将婚期往前算 越前越好 最终 国师一顿乱算后 道 下月初九 那不就是十天后吗 很难不怀疑 国师在报我当年 做过他的仇 我跟燕丰年 从青天阁出来 刚好撞见了 宇伯侯的女儿 几年不见他出来 蹦打了 险些没认出他来 他精准的一头栽倒 在了燕丰年身上 燕丰年一把推开了他 道 怎么了 三年多前 五百两罚款罚少了 还不长记性 他 我看见他眼里 闪过一丝恐慌 继而忙跪下道歉 殿下 对不起 臣女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燕丰年意味不明地看着他 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还是你爹让你来确定确定 姑是不是真的失忆了 姑手里 你爹贪污的证据 是不是真丢了 好家伙 我就说回京的路上 管家跟他不对劲 感情 燕丰年根本没失忆 只是 回京的路上 遭遇刺杀 把宇伯侯联合地方官员贪污的证据 跟文书都弄丢了 所以 故意放出他失忆的消息 来诈宇伯侯的 燕丰年 不是 宇伯侯做得十分隐秘 没留下任何把柄 两个地方官员在我去到 就被宇伯侯的人给杀了 是我故意放出消息 说拿到了证据 他在狗急跳墙 中途行刺我的 他的杀手嘴也很紧 行刺失败后 全都幅度自杀了 若他不做贼心虚 没让女儿来试探我有没有真的失忆 他也不会露出马脚 我 等等 我问 所以 你中途遇刺 是你提前预料的 他轻轻点了点头 嗯 宇伯行刺也并没有成功 嗯 你也知道 我在姚城找了你半个月 嗯 你的伤也是假的 燕丰年终于听出了 我的语调不对劲 不 不是的 伤是真的 我在被宇伯侯行刺的时候 真的受了伤的 不是他大一个锤子 他火急火燎 拽住已经起身准备离开的我 接着解释 真的 真的 我就是受伤的时候 想起你的 想起我以前帮你挡箭 啊 跟我这儿 完先图报 跟道的绑架呢 我回到将军府 我爹 见我气冲冲回来了 盲问 怎么了 我白了他一眼 不想跟他说话 愤怒将虎符丢给他后 回房收拾行李 就要离家出走 我不跟燕丰年玩了 我爹 看我收拾行李 揣着虎符不敢说话 等我收拾完行李 才慢悠悠说 闺女 你知道大将军的位置 是不是习不共享的吧 我昂 勒一声 知道 我爹 所以 你也知道 你现在将这虎符丢给我 我也不能代替你去营里练兵的吧 知道 我爹 你确定 你要就这么随意放弃太子殿下 在陛下那里多跪了两天 导致陛下又被多骂了几年的 郑国将军的职位 我 我嘟囔 反正做了太子妃 虎符也要上交的 不放弃也得放弃 大燕由来 没有女将掌兵权就算了 更不可能让太子妃 抛头露面做大将军 朝中那些个 当初反对我任职 禁卫军副统领的大臣 为何如此希望 我赶紧嫁给燕丰年 就是因为嫁给燕丰年 我就得马上上交兵符 退回太子府后院 这也是即使我喜欢燕丰年 也不想嫁给她的原因 我想驰骋沙场 与燕丰年并肩而立 而不是从此在大燕的历史上 只留下某任太子妃 或者皇后的称号 一笔带过 可有可无 谁说你做了太子妃 就要上交兵符的 追来将军府的燕丰年 发出疑问 我 不就是他跟陛下商议的结果吗 当初我去北京救援 算是临危受命 陛下封我为将军 但我从北京回来后 朝臣们磕盘笼柱 劝陛下收回我手里的兵权 说女子为将 大燕脸面何存 呸 不就是他们自己大男子主义作祟 觉得没面子吗 陛下被他们搅得烦了 就找上燕丰年 让他自己解决 然后 燕丰年就跟陛下求了一纸婚书 燕丰年嘴角抽了抽 这就是你要跟姑退婚的原因 我点头 不然还能为了什么 燕丰年突然一脸 认真的望着我道 首先 我要娶你 是因为父皇催我立太子妃催妈了 我母后想抱孙子了 而我只喜欢你一人 所以 才跟父皇请旨的 我眨巴眨巴眼 心跳有些快 他说 其次 即使你为太子妃 依旧是大燕的镇国将军 朝中那些只会打嘴炮的大臣 谁现在拎出来能胜任这位置 吃得了这苦 将来再起战事 靠他们去跟敌军在镇前骂娘 还是给敌军表演 撞城墙道德绑架 父皇不是说过了吗 儿子跟爱将 当然选爱将了 他不会为了大臣们的道德绑架 就随便否定你的能力的 陛下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选得很好 下次接着这么选 燕丰年看一眼我手里的包袱 最后 逃皇家的婚 是要被诸九族的 我 他 还逃吗 不逃了 不逃了 我丢掉手里的包袱 一把抱住他 巴基一口亲在他的脸上 咱今晚就洞房 争取我下次犯错 要被诸九族的时候 你也在我九族之内 他 尾声某个傍晚 我实在没忍住 问了燕丰年 一个全大爷女人 都会问自家男人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我 燕丰年抿了口茶后 腻了我一眼 不想回答我 嘖嘖 还害羞上了 没关系 我有撒手锏 回答完 我们解锁新姿势 他 他一口茶喷了出口 但最终唯唯道来 他说 具体已经不记得了 许是我们一起在 玄武大街地下赌场 打架那年 我在别人攻击他时 下意识先护着 他的那个动作里 许是他课业繁多 数日未见 我突然出现在太子府 我们一起偷偷溜出太子府 让他偷得扶生半日闲 还陪他一起挨骂 挨骂还傻笑的 那个傻笑离 许说我16岁那年 出门游历了一年归来 给他讲游历的去世时 阳光刚好落在我的唇角 他觉得 我仰着嘴角笑的样子 漂亮的不可一世一惑 他顿了顿 道 我们边解锁新姿势 边继续说 晚安